好 好 好 看看這位先生 買了兩千元刮刮樂 一刮就中十萬元 現場對獎 現場點鈔 數錢數到快手軟 真的讓人好羨慕 很會中獎 你怎麼知道也很會中獎 我聽人家講 聽人家講的 想中獎 那你是想說這裡比較欺負嗎 當然希望 想選對彩券行重頭彩 首先得選對店家的方位 俗話說 指的就是風水巡上的岸彩位 根據台彩公司的統計 包含威力彩史上最高 頭彩獎金三十億的彩券行 排行前四名的頭彩商店 方位全都是坐東潮溪 以我們空照地理位置來看 剛好是在象山的下方 延伸下來的一條的松山路 貫穿的一條的賣氣 頭彩商店還有一個最大特色 就是周圍有大廟以及銀行包圍 新竹這家連三年台彩業績冠軍 也曾開出十三次頭彩投注債 周邊有適合陽命者參拜補運的 城隍廟以及媽祖廟 還有適合一命者求偏財的 地藏王廟包圍 三廟包圍構成了三角彩尾 裁券行除了地理位置 其實突發事件造成了風水移動 也容易出現偏財 花蓮這家五連莊 開出百萬紅包的投注站 過去就有人花一百元 接受被前一位客人 嫌號碼不夠漂亮的電腦彩票 沒想到竟然就中了頭獎八百萬 對比一下新竹這家地理位置 超好的彩券行 花蓮這家靠風水移動打造好運氣的彩券行 包含了重鋪地板 打錯彩券 還有0202的地震因素 也意外造成偏財運 另外將當店裡通常供奉聚寶盆或是財神爺 又或者彩券行處於交通要道 車潮人潮帶來財氣 都成了民眾想一試手氣 下注博運氣的好地點